万一遇到什么情况 我是说万一遇到意外情况 赔偿也很痛快 这样 您在受益人处签个字 就可以了 看看 没问题了 没问题 有什么事情我得给您打电话 好吧 好 这 贼先生 高小姐 你们先忙 我先过去 谢谢啊 请留步 你们先忙 嗯 慢走 那我就不送你了啊 请留步 给了结的都了结了 都了结了 你这两天在这住的还习惯 这屋子住的空荡荡的啊 回头咱俩天日点东里 就特强过日子了 妈 回头 回头啊 觉得住得舒服了 我就把这地儿买下了 咱们俩就在这儿 一直住的了 我宣布啊 现在 我们三个人就是有组织的人 我们这个组织就叫 抓小菜分队 哎呦 多难听啊 就是一称呼 那么在乎这名字干吗呀 好吧 就算是为了挽救 这三个糊涂的大男人 我们必须联合起来 行动起来 对 必须行动起来 我跟你讲啊 就为了这事 我一晚上没睡好 我写了一套 特别缜密的计划 看看 真敢把我累坏了 你太棒了 我们就按着这个行动 你还真行啊 莉莉 你真把这个当职业了 保卫妇女 打击小妖精 是我们每一个小妇女 最应该做的事情 你老趴那儿看我干吗 我就是在想 我就是在想 如果和一个人在一起 还要欠一份意外保险 究竟是值还是不值 我个人认为 非常值得 你不觉得 特别像电影里面 战事上前线 要向组织交分决限输吗 有那么点儿意思啊 有那么点儿意思啊 高宁是你女朋友吧 我们俩 已经分手了 你是不是想 万一有什么事 可以补偿她 你以为你这样 真能够补偿她吗 其实我啊 还真没想那么多 不 我就觉得 应该写她的名字 谢谢 我真的觉得我自己 挺幸运的 为什么 因为遇见了你 遇见我 你真觉得幸运吗 真的 要是有一天 我离开你了呢 没有那一天 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再发生 我真是不見了 我不会让这种事情 我也不想